你这都咳嗽几天了 你去医院看看吧 没事 我这就是有点反复 不用去医院了 麻烦死了 你先别忙了 先喝口水 谢谢 你这么烫 赶紧去医院去 吃你手凉 请假发了吗 什么请假不请假 等你去了医院再发 你不行 这马上就要开医院了 我这边还要我去医院 去医院 干嘛你 我把你放下来 你干嘛没大没小关 还没低完啊 这都几点了 别问你 继续睡 我感觉好多了 你都烧得快四十度了 你这能这么快好吗 你看你 钱赚到了 但是没有福气消瘦了 你不用激我 你不用激我 你既然我决定做的事情 你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支持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支持你明天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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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晚就今晚 我去你好好休息行吗 行 行 来 要不然咱们俩一起大复过日子吧 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一起蹦迪 一起去做我们那些 没做过的事好吗 下锅 跟你说话了 下锅 我 你装飞啊 唱手 在这儿 下锅 转发 到 没有 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果果 要不你就先异地恋谈谈看 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这种不确定性了 当初我来上海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不会和遇见分开 可事实证明意外它就是发生 我真的不想再重蹈覆辙 没关系 果果 反正我也想明白了 做人最重要呢还是要靠自己 而且一定要找一个真正喜欢自己的人 你看到我结了婚之后 我的皱纹都多了几条 眼袋都出来了 谢谢你们来支持啊 我先告个随意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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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果 这个弟弟啊特别好 上进 努力 幽默 还帅 最重要的是 他眼睛里只有你 他看你的那个眼神都发光 我都羡慕死了 你怎么什么都能磕 那是 反正 你记得 女人呢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 只爱自己 而且让自己开心的人 姑姑 我真的特别特别地希望 你可以幸福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会支持你的 你一定要勇敢啊 好 勇敢 嗯 来 干杯 干杯 offen 又当免费司机啊 这叫附加服务 走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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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算账 我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月的流水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马上不是要到新年还有圣诞了吗 在那增加一点预算啊 现在到处都讲究什么氛围感啊 仪式感 咱可不能输 正好还可以多挣点钱 我对挣钱其实没那么感兴趣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对你啊 那天在医院你不是都听到了吗 我 假装记不住了是不是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别吓我啊 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啊 什么叫开玩笑啊 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我们都年满十八 而且单身 怎么就不能再一起了 是 你是年满十八 但是 你年纪太小了 我年纪是小 可是你都没有试过 怎么就知道不合适呢 我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觉得我现在 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就是 很多事情还没有我捋清楚 然后 我没有办法不顾后果地去 像你这样轻松地做一些决定 你明白吗 一个人做决定 就这么困难吗 不是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就 看看吧 你看 你看那边那对男女 不管他们昨天或者明天 会发生什么故事 但是他们今天在一块很开心 对不对 我们再来打个赌吧 又赌 你赌上瘾了你 是你不敢做决定 所以才要交给命运 你看那边 你看 如果 等一下那个男孩先举杯 那今天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对啊 如果等一下那个女孩先举杯呢 那 明天你还是我的夏老板 好吗 那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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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愿 买单 天忆 好了 好好赚钱不好吗 别想那么多 新年快乐 你不是今天的高铁吗 我高铁就取消了 我现在无价可归了 只能来找我老板 放一个年夜饭 我可不是没带东西啊 我带点好吃的 进来吧 你这还包饺子了 过年嘛 不得吃饺子吗 你看你这包的 你别包 我来包吧 洗手了吗 洗手去 消毒去 快 消毒 消毒 洗手 你等我回来啊 你别包了 行了 喝完这杯别再喝了 行 我这杯得祝你 我得希望你这年 压力不要给自己那么大 行吗 行 我不能再喝 你喝太多了 我送你回去 姑姑 我喜欢你 你喝多了 你喜欢我吗 爱得我们不合适 这样呢 我之前跟你说得很清楚 我 咱俩只能做朋友 别的没可能 今天的事情我就当你喝多了 好 我不甘心 你要是再这样 你就滚回家去 永远别来找我 对不起 爱伦 我很认真地跟你说 我特别特别希望你能幸福 但能给你幸福的这个人 不是我 明白吗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 你新的一年能 一切顺利 我也希望我新的一年能让你更开心 爱伦 艾伦 谢谢你的出现 在这个困顿的岁月里 在这段停滞不前的生活中 因为你的出现 让我归于平静 也让我能看到一个 更清晰的自己 希望我的存在 也能带给你力量 希望新的一年 我们都能 越来越好 实在是很抱歉 我知道各位春节没有回家 就是为了酒吧能够开门营业 但是按照这样的状况下去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开门 所以我打算再给大家发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 明天各位就先不用来上班了 老板 你看 咱这过年都没回去 就等着开业 这段时间 吃店里的 用店里的 还白拿了一个月的工资 要是现在再拿着遣探费 我们心里都过意不去 对 是啊 是啊 这老板再说你看 外面现在都停业 我们上哪儿找新的工作 对 还不如留在这里 对 老板 你就别让我们走了 对 让我们留下来的 就别让我们走了 可是我真的发不出来工资了 我不能让大家白干啊 没事的 老板 我啊 自己还存了点 放心吧 不要工资 我也愿意等 对 我们都不要工资 我们都愿意等 我也愿意等 放心 老板 疫情总会过去的 老板 谢谢大家 我觉得我们有救了 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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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慌 回到各自的稿位上 先准备着 好的好的好的 走走走 终于有救了 快 可以做可以送 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火了 我火了 我跟你说 我今天直播又涨魂 我之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直播这么好玩呢 你是好玩了 但你那几个粉丝 能到店里来消费吗 能变现吗 不能吧 刚才一个客人给我的留言 你说我之前 怎么就没有想到 做减餐外卖呢 对啊 现在大家只能点外卖 要是做减餐 那不能赚了嘛 就是啊 有人点餐了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 只要有一个客人需要我们 我们这店就能开下去 这样 我们马上去跟平台联系 开通外卖业务 有一单算一单 我来搞定菜吧 菜单交给我 我们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